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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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还有给家人造成的巨大财务损失和精神损失等 可以说 绝大部分家庭中只要有一人发生癌症 整个家庭都会陷入绝境 那么 养生对癌症到底有没有用呢? 养生专家梅莫生先生的早逝引起了多方议论 据报道 梅莫生先生除了养生专家这一头型外 他还是书画家 诗人 学者 太极拳家 教授 研究员 中医影响世界论坛副秘书长 中国武术七段 北京武士太极拳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武当山武当拳法研究会顾问 从上面一堆头衔就可以看出 梅莫生先生生活中付出了不为人知的辛劳 记者回忆起梅莫生先生事表示 非常佩服老先生 梅老师从青壮年就忙于工作 埋头书画练习和创作 一旦开始就一直低头练习 每天几乎十几个小时才肯停下 有时还工作到后半夜 梅莫生先生由于长期埋头苦干 长时间紧追 腰椎疲劳 最终让他的健康频频亮起红灯 等梅莫生意识到自己身体不再年轻时 早已透支了太多 为时已晚 最终由于身体疾病 他离开了人世 同为创意者深知那份 超越自我所带来的成就感和价值感 也体会过因赚不到钱带给自己的压力 和难以下咽的三餐 在中国 营养盲是普遍的现象 年轻人喜欢把金钱 地位 权力 放在首位 把健康 放在最后 这就是最大的观念错误 殊不知 健康应该排在首位 上有老下有小的双重压力 让很多人陷入身心俱疲的中年危机 经常熬夜 做戏不正常 也不进行锻炼 导致现在压健康严重 世界卫生组织一项调查表明 全世界真正健康的人仅占5% 病人占20% 75%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 亚健康是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 疾不完全健康又达不到疾病的诊断标准 又称为病情状态 人体有潜在的病理信息 上查不出气质性病变 如果不给予关注和处理 时间一久 慢慢演变成了疾病 中年人就是亚健康的高发全体 卫生部一项数据表明 人医生罹患重疾的几率高达72.18% 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会得癌症 十个健康男性中 三个会在65岁前得重疾 十个健康女性中 两个会在65岁前得重疾 中国目前有高血压患者1.8亿人 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前期患者2.5亿人 高血脂症患者人数为9000万人 烟民3.5亿人 肥胖症患者超过7000万人 而且各类重大疾病发病率还在不断上升 梅莫生先生之所以引起热议 一部分是由于有媒体渲染梅莫生从小注重养生 把人们对他的印象从一开始就设立了错误的认识 另一部分 梅莫生先生被称为养生专家 只是因为他出名之后参加了很多活动和电视节目 讲了很多养生经验和观点 不过英年早逝只是个例 日常也是养生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所谓专家早死了 就否决养生的重要性 认为所有养生方法都是骗人的 千万不要因为一个孤立事件 就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 有人会说 许多长寿村的老人 如果你问他们 您是怎么养生的 他们会说根本没有养生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许多老兽星根本不懂养生这一概念 但从这些老兽星长寿经验来看 他们都是心胸开阔 生活独立 随遇而安 日常作息规律 三餐定食 合理饮食 这些对于他们来说是日常生活 但也是他们践行的养生之道 所以说养生当然有用 养生有没有用 不能只看个例 它分为两部分 一是身体 二是心境 关键要看方法 以及心态 那话又说回来了 既然养生有用 为什么专家只活了59岁呢 人的自然寿命 是可以根据生物学推算出来的 但人体的寿命 还是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 具体可以将之分为五点 一 遗传因素 种族特性 遗传密码 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人类的寿命 据相关数据统计 长寿者 往往有一个长寿家族谱系 在中国 不少长寿村的老者 及祖辈 亲属 都有长寿者 二 性别因素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揭示 女性的寿命 普遍比男性长 三 性格因素 许多长寿者 大都具有心胸开朗 精神愉快 性情文静 情绪乐观的性格特点 心理承受力过差 恐惧心理过重等 都会伤心伤身 而影响寿命 四 疾病因素 人的一生中 疾病伤残 是影响人类寿命的重要因素 不管人如何长寿 生老病死是难免的 心脑血管疾病 肿瘤 意外伤害等 都会对人体的生命 产生威胁 五 生活环境因素 居住地的水 土 植被 空气等环境因素 与人体寿命密切相关 中国不少长寿村 都是远离污染 保持着自然生态的环境 人生活在优美 无污染的环境 是长寿的重要条件 俗话说 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所以说 中年养生 别再等了 四十岁前拼命挣钱 四十岁后 花钱买命 在工作的名义下 仗着年轻 挥霍健康 透支生命 是很多人的真实写照 四十而不惑 对于四十岁左右的人来说 无论是家庭 还是社会的负担 都是很重的 一场大病对个人及家庭带来的冲击 可能是多年的苦心经营回到原点 如何加强健康保障 也成为了每个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因此 在不如不惑的中年之前 提早给自己准备份保障 是非常恰当的 人到中年 一定要注意养生 因为中年是一个成上启下的阶段 要负担四个老人的养老 还要承担子女抚养教育的开支 如果不幸病到 继而丧失经济来源 身后的房贷车贷 子女教育 赡养老人等必要开支便中断了 养生保健不仅是老年人做的 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 人只要健康地活着 哪怕少赚一点 多花一点时间养生 事业就能更加稳定 钱生带不来 死带不去 但钱可以带走一个人的生命 钱没了 可以想办法赚 身体在就一切皆有可能 身体没了 再伟大的理想也都实现不了 等来的只有疾病和意外 另外 对于老年人养生也不该意味追求无病 对老年人来说 生病才是常态 无病只是奢望 老年人养生不该过度追求无病 著名心血管专家陈可济就养生和长寿这个问题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养生不一定过分追求长寿 活得老不如活得好 陈可济认为养生不是刻意为之 历史上许多为了达到长寿目的 可以养生 最终反而适得其反 长寿老人 大多是那些对寿命长短 并无太多贪图 把养生当作一件顺其自然的事 养生本质上就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高质量的生活水平 保持良好的心态 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文育活动 用最舒服的方式享受快乐人生 这才是长寿的意义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欢迎观友们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喜欢小关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